三叔 那以后每天 我都去你的店铺打扫卫生 你分我们家一成收益如何 我们家有伙计 还有我和你三婶呢 用你干什么 大人说话你别插嘴啊 没教养的玩意儿 三叔 我们家年华也不需要别人帮忙 更不想要分城出去 为啥你的铺子不能分 却要来分我们家的年华 老三 你闹够了吗 我自己孩子我会教育 并且 我们家孩子很好 教养很好 礼节很好 知书达理 我很满意 大哥呀 你这么宠孩子 其实是害孩子呀 没听说慈母多拜儿吗 玄文成一脸正经地 教育着玄文涛 玄文涛不想再多说 浪费时间 影响他们话年话 老二 咱们帮老三 把这些东西送上房去吧 免得一会儿爹看见了 还得多解释 玄文将心领神会地 拎起东西出了门 还回头喊了一句 老三走吧 玄文成还是没有放弃 想着到了上房 还有爹娘帮忙呢 去了也好 便随着出门了 听见声音 玄老爷子出了门 老三回来了 这怎么不年不节的 拿这么多东西啊 这是 谁拿来的东西 这是老三给你们拿回来的 我和大哥帮着送过来 我们老三今年是出息了 挣了钱就知道来孝顺老人 倒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 就是比别人强 玄文成这时恒 还有事求着大方那边 他在家里算了一下 这要是干得好 一个月能分五两印子 这块肉他可是舍不得 这时候生怕马士乱说话 他赶紧过去 借着搀扶马士的动作 捏了一下马士胳膊 让他别说了 玄文涛本来也没想在这儿多纠缠 把东西放到屋里的八仙桌上 我们哪儿还忙 就不陪老三说话了 大哥 你看我这么常回来 咱们说说话呀 热闹热闹 我拿回来那些肉晚上炖了 你们都回上房吃吧 也省得做了 不用了老三 我们自己吃就行 你回来赶紧进去陪陪爹娘吧 这人就是给脸不要脸 也就是我们老三心善 挣了钱还不忘了你们 不吃更好 省下了 你们快回去吧 刚才玄文成捏了马士一下 他也没太懂怎么回事 但是自己儿子买回来 孝敬自己的东西 可不能让别人给便宜了 特别是自己不喜欢的人 何况现在自己儿子挣钱了 这些年终于扬眉吐气了 玄文成还想要再挽留呢 过去拉着玄文涛 大哥 进屋坐会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